姐姐以为的手杖vs妹妹以为的手杖 到底谁才是手杖玩者 姐姐以为的手杖版 必须拥有可爱的封面 防水透明的外壳 亚克力的挂件 重点就是需要自己组装 拥有网格心和横线心 搞笑的是来了 每次都会被这个夹子夹到手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反正我认为 这才是真正的手杖版 妹妹以为的手杖版 当然是迷你又可爱了 胡胡 还没巴掌大 虽然小 但是里面很丰富 做手杖也不用自己过多装饰 一人一本 相亲相爱 斯拉也很方便 荡城挂件也是无敌了 像汉堡包一样舒服 姐姐以为的贴纸 我不说 估计你们会以为是便利贴吧 非常的独特又好看 要是拿来考试的话 我绝对是拿满分的 每一张都不同 喜欢做的摩天轮 塞边边也刚好 妹妹以为的贴纸 什么花里胡哨的 真正的贴纸是这种一串的 一颗一颗贴下去 也不会占地方 重点哪个女生会拒绝呢 姐姐以为的花边笔 如果没有她 那你可能一直在做假手杖 颜色特别正 淡淡的紫色 就很梦幻 给人一种很新鲜的感觉 还自带不灵不灵 如果放了阳光下 那肯定绝美 妹妹以为的花边笔 是不是有点像修正盖呢 为啥每次都是撕了个寂寞呢 有着全自动按压功能 轻轻一拉 一排图案就出来了 简单又方便 也可以当成装饰 不用了就按压回去 好了 你觉得谁才是真正的手杖王者